大家好,我是小足跡大世界的阿蕉媽 這次我們這條片叫做 馬鞍山沙灘串串走 為什麼要叫串串走? 這個標題是爸爸想的 因為我們一年走了幾個沙灘 我們去了哪幾個沙灘? 想知道的話,一起去片吧 我們搭馬鐵,退到烏溪沙灘,不下車 我們現在去A站口出閘 我要先去廁所 因為外面沒有廁所 我們現在出閘 我們先看一看地圖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海星灣 我們有次坐船前往荔枝窩的時候 途經馬鞍山發現一大片沙灘 查了地圖才發現這個海灘叫做海星灣 我們現在就是去海星灣 我們現在先走去西沙路 然後轉了走去諾和沙 海星灣 海星灣曾經有很多海星 所以才叫海星灣 我們現在去過馬路了 爸爸現在在找一些入口 哇!好東西!到了!到了! 讓我們下去看看 哇!好大的沙灘 海星灣有泥灘,也有沙灘 還有紅樹林和岩岸 大家在出發前 記得要上天文台的網頁 查一查當日的潮池漲退時間 因為這個沙灘要潮退的時候才會出現 我們來到的時候已經開始慢慢潮漲了 小朋友就穿著水鞋在淺灘找海洋生物 因為潮漲緊,白露都過來淺灘找食物 哇!這麼快,水湧上來已經遮住大半個沙灘了 幸好還是很淺水,小朋友還可以在沙灘玩玩 我們在泥灘找了很多寄居蟹和一些小海螺 我現在在這裏掘,這裏那裏 我們在沙灘的另一端就有紅樹林 我們這次沒有發現彈途魚或焦潮蟹 可能始終這裏比較近民居 不過在海裡,我們看到很多小魚在游泳 妹妹,你是不是在數你撿到多少隻寄居蟹 哇!有很多隻 我們掀開石頭,還找到小蝦仔 大家來這裏玩,最好戴鼻水鞋和毛巾 因為這個泥灘有很多寄居蟹和海螺 如果小朋友不穿鞋,就很容易會刺傷 大家要注意,海星灣不屬於康民處管轄 所以是沒有救生員服務或洗手間 不知道海星灣附近是否因為有樓宇發展 還是海星被人撿光 我們在海星灣就找不到海星了 我們在這裏逗留了一小時 由於海星灣那邊繼續潮漲 我們就決定離開前往下一個沙灘 大家可以在元樂和沙里步行前往耀沙路 經過一個叫做雲海的屋苑 大約走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我們要去的烏溪沙沙灘 這就是耀沙路 在這裏左轉 之後一隻鑲子 走十分鐘左右 就會到達頭彎村 到達頭彎村是馬鞍山裡唯一一條漁村 不少原居民還在當地居住 大部份都是退休漁民 我們見到到達頭彎村的路牌了 由這裏去三分鐘就到了 在這裏去鑲子 在這裏去鑲子 我們現在準備進到達頭彎村 這裡有很多小巴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剛剛經過公司 達頭彎村的村民多數前舖後居 設置市多 售賣飲品、麵食和提供燒烤用品給人租用 我們終於到海灘了 道頭彎是個天然避風港 停泊了大大小小的漁船和快艇 據說1950年的初期 道頭彎村有個道頭 即是被小船上落的碼頭 來往道頭彎和大埔沿洲仔 接在村民襯墟購物或者售賣農產品 因此才叫道頭彎村 在天朗起青的旁晚 在沙灘喝杯茶吃的餐蛋麵 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道頭彎村的市多 除了售賣飲品食物 也有麻雀山板和燒烤用品出租 聽說道頭彎村的漁民 原本在塔門和高樓灣一帶步 漁衛生 後來才簽設道頭彎定居 道頭彎村環境平和安靜 黃昏的時份一邊在海灘上燒烤 一邊欣賞遠處沙田城門河上 日落西斜的美景 真是令人很暢發 小朋友又要進行他們最喜歡的活動 這邊的沙比海星灣那邊的沙更幼小 剛剛有船經過 所以翻起了白頭浪 聽著海浪聲 看到浪花一朵朵 真是令人感覺很舒暢 我們在沙灘只逗留了三十分鐘 因為快日落了 為了要看看獲CNN選為香港欣賞浪漫夕陽的最佳海灘 我們就離開這裡 前往近青年新村那邊的烏溪沙深營石沙灘 我們在這個中環交錯的樹根位 找到出口離開 這裡的樹根中環交錯 都是一個非常正的打卡位 快點走啊 快點跑啊 快點跑啊 要追日落啦 請大家給個讚我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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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啊 我找到一條小徑去另外一個沙灘的 這裡看日落也很漂亮啊 不過這個沙灘就小一點 有些人坐在這裡看日落啊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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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走快點啦 要追日落啊 由到頭灣村 走去青年新村的烏溪沙沙灘 大約需時十五至二十分鐘 這裡也有人當作跑步徑 這裡好像一條環跑徑 快點啦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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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啦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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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們追到的日落啦 我們又見到八仙響喔 烏茄沙滩 變得很小 是啊 因為潮漲 這隻大日落 真的很漂亮 我們在這裡看著 那隻羊 留了大約十分鐘 因為要趕著回家吃飯 所以沒有等太陽全部下 就走回去馬安山地鐵站 乘車離開 從這裡走回去馬安山地鐵站 大約需要十分鐘 我們從海星灣走到 烏茄沙深形石沙灘 大概走了兩公里 我們用了三小時 去了三個不同的沙灘 三個地方各有特色 各有不同的美景 大家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我們改過標題叫做 馬安山沙灘串串走 我們這次旅程第一個海灘 去了海星灣 然後到桃灣村那邊的烏茄沙沙灘 然後到桃灣村那邊的烏茄沙沙灘 再走過去青年新村那邊的烏茄沙沙灘 再走過去青年新村那邊的烏茄沙沙灘 看日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們這次的行程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請按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響約的鬧鐘嘴 謝謝收看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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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我 Sokuto了 老闆, 你不要 虹 rodzina 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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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